創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祈福站我是华王培硕 特别大盘今天中错200点 那今天周五 礼拜五 我们先来看它一个短线的结构 特别它今天是因为逆空 昨天美股中错 然后电子盘 澡盘电子盘又一路往下杀 跌幅很重 所以台股期货开盘开很低 开很低 又杀很快 大盘也跟着开低下来 可是一个低点以后 开始一路往上慢慢拉 期货也是往上慢慢拉 拉到一个差不多一个压力区以后 开始以后一路就跌跌跌跌 跌到最后的收盘几乎跌到最低点 就是说那个澡盘那个低点 如果你不看的话 一拉高以后最后的跌是跌到几乎 期货是收在最低的17666 最后收盘是收17666 那澡盘当然有一个比较低 17525那个当然是522 一些那个比较低一点 你如果说那个澡盘那个低点不看的话 期质是等于是今天收在最低点17666 大盘也差不多 大盘也差不多 从这地方谈完以后开始一路下 那这个结构 等于今天这个大盘 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转折 很有机会 很有机会 为什么当我们去跟你分析 有它的道理在 它的道理在 我们不能用这瞎猜瞎掰 等于这整个结构从1月5号18619 这整个都是还是在一个整理形态 等于这整个都在一个整理形态 那这是从10月5号16162开始一路上来 我说这个推动结束嘛 这个结束以后 现在从1月5号都是在做一个整理结构 然后是针对这个脉动推升结束做一个整理 现在目前一直在整理 1月5号是封关前的 等于1月5号是封关前的 其实从封关前我们就一路跟你追踪 它大概就是一个整理的架构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好 那现在今天看起来也没有破 也没有创高也没有破低 为什么老实际说 它有机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重要转折 期货几乎就是再去测低点 期货之前有个低点17506 24号那一天17506 今天又有去测到17522 几乎就贴近了 之前我们有跟你提到说 其实那个接下来我们是主张说 它有机会有个V字西坡是往上 对不对 V字西坡是往上 不管是V字西坡往上 或者说这个整理架构 有机会告一个段落之后怎么样 另外拖一个5字3坡开始启动 那之前这个地方先很快拉出去以后 它要压回来 我们看这个小纸线 我说这个三段的大A坡 大V字A坡B字B坡 然后V字西坡有机会走 那当然这个地方先退一段很快以后 它又压回来 这个压回来期货压到几乎就是 之前我们讲说它还有一个走势 就是它还在去测一次低点 期货真的也来测了 大盘这样还算还好 没有说测得很低 没有说测得很低 那也是类似有那个味道 感觉就是像在测 再测一个低点 因为这个恒台式的已经 它不是恒台式的 尤其是期货你看期货很清楚 它期货压到这个地方来 期货的部分 等于是类似在测一次低点以后 才有机会正式走 当然这是我们主张 就是说它有V字C要往上推 这个地方我们在操作的过程 我现在全力往上做 做它V字C坡 当然我们会大胆地假设 小心求证 然后勇敢地进场 都会勇敢地进场 然后你听说你设好放手一搏 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那如果有一个区间震荡 这个地方是相对低 第一个没有问题 第二个你这个地方做 有机会做它一个V字C坡往上 或是甚至比较更乐观的 做到53坡推升启动 这是两个大重点 当然我们要谦卑面对行情 同时我们要谦卑面对行情 因为这个地方唯一要担心的就是说 它这个C坡已经从这个地方开始启动 走了一个12345小坡 一个初跌段下来然后弹回来 然后开始正式起推 所以你这个结构 你再下来当然是比较不优 很有机会就开始就直接推动下去了 对不对 那我们会大胆假设小英雄症 然后什么大胆地进场 按机率操作 也就是说你这个盘如果它一路 就是破下去跌下去 它当然OK 你的看法是不对的 无论如何你颜色停损 那停损很短 不多 可是怎么样 这个B字西坡如果它有机会走 你这个地方等于是今天的 尤其是像比如说今天期货的最尾盘 当然早盘你买可能也就是获利出清的 那个没有问题 早盘我们真的也有买一次 买一次的话 因为那早盘震荡的实在是太快 实际真的买在哪个价位 当然我们也不清楚 最高是买在17600 因为我们开盘前是挂 你就顶多是挂17600而已 现在打到17522 那里买都是相对都很便宜 都是大赚的 上到17788 那个不管 那就是说你早盘买的 当然那比较低已经出了 不管 最后尾盘 我说尾盘它压压压压 几乎又压到最低点 17666 17666 那个地方会不会又是一个好的 最后的买点 因为有时候常常那个 我说有时候当天 压压压压压到最低点收盘 反而有时候那都常常是怎么样 短信的最低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主张当时 我们是先暂时往上 没有看说53波那么好 我推升大推升没有 至少我们说看一个V字西波 有没有机会 我说今天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关键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会倾向这样规划 那我们也会按纪律去操作 我们也会按纪律去操作 一样你就是大人假如小心求证 然后怎么样 按纪律去进场操作就对了 我们从期货来看1月5号这个18546 大盘18619建高点 当为什么建高点 因为他推了五小坡 好建高点以后开始整理 整理一个小A然后一个小B 小B又一个小C 这个都有机可循 然后到封关前1月25号1757% 建低点12345小坡结束往上走 走到了2月10号 B字A我说他结束18340 开始要往下走什么 走B字B 为什么B字A结束有机可循 1234然后12345小坡 好B字B B字B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到17506目前最低 期货的部分 今天又来测一次 今天那是24号 24号我们是关键有个B字C 17506 他真的也要上来 上来以后怎么样 上来这个地方又下去 其实上来这里也蛮多了 17965也蛮多的 不然这个地方 好17965 好 那这个地方17964 这个地方上去他又下1752 这两个点几乎差不多 17506 这两个我们当然说B字C坡当然我们现在主张规划做操作这一段 好好操作这一段 那老师你这一段的话你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对最低 我这里要往上买啦 这空间很大 你不对就只有这个是一个推动 然后你这个一推动的话 这个如果说 这让它是一个开始往下推动的这一段 这一段这一段往下推 因为它这个变成说B就很简单结束在这里 然后一个C坡开始启动 那启动的话触跌然后弹回来 阻跌 哇那是不得了 所以这一下去无论如何一定要先拔挡 无论如何一定要先拔挡 因为我们是在那种 你知道那种临界的关键价区呢 去逆向操作的话 要不对了你就是几乎这样买在最低点 要不不对你停损无论如何一定要赶快 赶快怎么样 赶快停损出场 因为这个一下来可能很有机会 它就是一个阻跌段下去 你这个阻跌段下去不得了 当然这个地方它下来 你哇这个一个出跌 然后它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 有机会往上说 它先做一个整理ABC然后再下 所以你这个地方 你要往上操作 你要知道说我们要做哪一段 要做哪一段 那哪个结构出现你就知道说 那个架构可能就不对了 就等下要先保持空手 这个很重要 等会你操作的纪律 其实是比规划行情还要重要 因为规划行情不可能每次都对 又不是神 对不对 那你不是每次都对的过程 如果错了那一次 你都不按纪律操作 你一poster就到底就没了 不行 所以你不管多有把握 总是还是要敬畏市场 我说你还是要敬畏市场 对市场怎么样 我们要敬畏 要谦卑面对 一定要谦卑面对 那我说怎么样 那谦卑面对就要没信心吗 不是 还是一样 我说你大展只要小心求证 然后放胆去做 一定要放胆去做 那我们是主张 是还是有机会走这个V字细破 如果这个结构 我们从期货的电子盘 美股的提供电话 其实你会发现它已经 到了我们台股一点半收盘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慢慢有点在往上拉的迹象 如果你有印象 那它今天打下去那个点 应该就是它美股的一个横台区 我们看到美股的部分 然后我们与NASDA来看好了 不过你仔细看 这个地方很有机会止跌完 它先推了一段 然后这个是一个横台式的 它今天又打到一个类似横台的一个相对下缘 有没有 就这个地方 它一推出去就已经怎么样 确定它自跌自跌以后它是一个横台 今天电子盘其实是打到类似这个地方来 类似这个地方来 它并不是说下去破底那种结构 不是 道琼也是 NASDA也是 所以你看看今天晚上的电子盘美股的话 会不会说由黑脑有机会翻红上来 这关键 头发这是关键 这是NASDA部分 那我们回到台股的部分 所以我们台股会主张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是有机会 它最后一个压盘 然后下礼拜是一个比较多头的一个礼拜 是比较多头的一个礼拜 那为什么要在尾盘要去布局 因为如果美股它今天是一个 因为它找盘已经沙很低了 你如果让它翻红 不得了那个引线是超级长 那超级长以后你台股 是因为那个美股电子盘 然后整个空头氛围一路往下 才打那么低 然后最终还跌到快200点 对不对 你如果让它美股翻红上去 然后往它大涨 哇那下礼拜就开高跳上去了 那一开高跳上去 哇那整个BGC 如果正式启动 你买不下去了 那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在怎么样 今天的尾盘 收盘尾盘去做 老师电子盘下午电子盘可不可以做 也可以 可是电子盘的话 你变成说整个资料数据都出来以后 好那它这个时间又慢慢的往上推 那开上去又是比较高 懂不懂 了解意思吗 所以这个规划你要去想说 我大概要有什么来的策略 什么策略 老师那尾盘买了 礼拜五说 哇那很危险 过了个礼拜的礼拜天不是啊 你下午 因为现在这样有电子盘嘛 你给他不用担心 都有电子盘你可以随时来处理 随时来处理 好 那这是整个国家 目前我们还是倾向米芝西坡好 开始往上走 那短线 差不多这个低点17506 它推到17964 其实这也有400多点 400多点 它又压回来一次1752 之前我们有谈到说 其实有说如果它真的有机会再压回来一次 那是什么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当下是这样跟你讲 如果说他真的还有机会再压回来一次 那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起货压的几乎差不多17522 大盘没有 大盘不容易 大盘里那个不容易 可是起货因为他有时候超涨超跌 他就比较容易说出现那个情况 他确实就压了 你看他压来就马上就冲凹上去了 很快 那冲凹上去以后建立一个压力区 他最后的盘势是长这样 你注意看我特别把最后的盘势 它怎么压回来那种结构 把它特别把它印出来 这15分钟线 然后最低是17666 就1766收盘 今天的最低就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压回来 最低17666 就1766收盘 这个地方你看 我为什么画一个 就我常常讲的 类似有一种下降旗形 你注意看他每次就是建高点之后 有没有17788 然后建高点之后 他下来每次那个低点都不多 又弹回来 低点又不多 可是都破 然后又不多又弹回来 低点又不多又破 又弹回来 低点又不多又破 到最后压压压到最低17666 他就类似有一个什么 很小的一个下降旗形 下降旗形的方向走完之后怎么样 他是要往上的 他是要往上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这个短线来看的话 等到这个地方建立开始往上推 你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小出生段 你一个下降旗形压回来 然后开始往上走 等一二三四五一路往上就开始走 所以我们才会决策 才会决策去判别说 在齐渥今天的最尾盘 其实很有机会是一个绝佳的一个买点 很有机会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包括旗子 包括三月份的选择权 包括三月份的选择权 这个地方这个就类似有一个小旗形 这个小旗形走完也方向是要往上走 有这些比较 当然这比较细的卖动 那比较中线的卖动 我们是怎么规划 然后再搭配美股的一个 他整个电子盘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然后再搭配他那个整个架构 他是在一个推出去 然后黏住在一个那个相对高的地方 在那边横海震荡 那刚好今天电子盘杀下来 是杀在那个横海的最低远的 美股的电子盘的部分 多方面来评估 我们才会得出一个结论说 其实是很有机会 从下礼拜开始走出这个结构来 走出这个结构来 当然我们这个是大胆假设会小心求证 那一定要按机率来操作 对了什么大火全身 但不对你停损是否短短的 再重新规划就好了 好 这期群的部分 现在目前的架构 我今天特别把它讲很清楚很久 因为很重要 头部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这关系到 譬如说你大盘的部分 对不对 你大盘或是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这个米子西坡上来 其实很多个股 尤其是很多电子族群 就之前没有表现 可能都有机会这一波 先展现一下 毕竟的话航运类股 到今天也大概暂时告一个段落 航运类股 譬如说我们来看 我们举长龙航运类股 长龙航运类股 这个结构 暂时今天这个结构 我觉得它超长 171最高171 达到最后变翻黑 变翻黑 那这个结构的话 你看它小时限的话 当然这个长龙的结构 我们还是主张 这种架构其实它这个多头结构还算漂亮 可是现在这一组走完它势必有拉回 是不是一个拉回一下 拉回一下要走再走 拉回一下要走再走 就是那航运的资金如果暂时休息 对不对 你暂时休息 那转过来 挪过来电子或中小型电子 其实是下礼拜就比较有机会 你这个也要参考 那个也要参考 三月份来看其实还有机会 因为三月份的话 等于是这礼拜是第一个礼拜 然后还有下礼拜 这下礼拜才会结算 下礼拜才会结算 对不对 好 这个超级任务 好这超级任务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个timing交给我了 通过这个timing 我们都会评估再评估 评估再评估 好 那这个资金控管你把它做好 你不要贪心也不要害怕 勇敢地做 通过勇敢地做 那看能不能再创作这种12.8倍的 18.5倍的 还是21倍的 甚至这种9倍9倍的 这种再创这种比较好的绩效 当然我说这一次的迷之喜 你说那种十几二十倍 其实不容易的 我们讲坦白话 那看能不能够说六七倍 五六倍的也不错 也不错 毕竟时间并不长 时间并不长 这齐全的部分 有兴趣认同里面的 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欢迎跟上脚步来 来让我们看到个股的部分 那个股的部分当然 这个如果说B字坡能够 B字坡能够走出来 当然就能够助长 都能够助长 那我们从来 我们来看一下像3455这个油田 这个油田的话 之前12月份我们做过一次 还不错到1.12. 对不对 然后后来新春抗盘 封关当天打到这里 我们还封关后 新春抗盘后我们还会做 又做一次 它又跑到1.17.5 这两次都做得真的还不错 后来我把它出掉 这1.1出清 出清以后它又下来到92 就这里 这边做一段 然后这边 这里有做一段 然后这个地方 变成说这个地方 可能还在外扩三小型里面 当然这个外扩 我说它要整理多久 未定之天 可是我们判断 应该是有机会有那个卖动 那你机会有那个卖动 当然你买的点越低越好 对不对 你怎么又去追高出去又胡闹了 你变成这种架构了 等会这个结果 它如果再来一次地点 可不可以也还可以 或者说这一段推完 这一段推完 那它又压回来一次 可不可以都可以 那个就是要看盘杆 什么时候介入就要看盘杆 你都介入了一大堆 介入太高 你去买买买在110的对不对 这两天有没有 这地方压回你买 你买它跑到104.5 它跑到109 你可以放口袋 放口袋完再压回再买 那你买在109那不对了 那你今天又跑回来多少 99 今天又跑回来99 那又10块钱了嘛 所以现阶段 现阶段在做股票 真的那个价位要稍微计较一下 那个价位要稍微计较一下 那当然整个长线 我们还是规划 就是如同我们的线图 它应该还是有机会有那个 我所谓的那种什么 这是一个外扩 外扩 那这个高点很有机会 它不是高点有机会 有机会够 就是说我说这个网上攻击要怎么攻是重点 这就要你要回到比较短线的一个找寻那个买卖点的部分 三四五的油田 三四五的油田 好 那这天狱也是跌物可跌 所以我认为它现在还是在这个地方 四九六一 那我说就是这个地方 跌物可跌 那你说什么时候启动 这个说坦白话 我们也没有那么精准 只是说它这个地方相对应该是跌物可跌 那有没有机会这个B之西波 也带动它往上 因为这确实也是跌深的 这确实也是跌深的 因为它结构长这样 它结构是建高点以后 它是三段式的A波 然后你应该有机会有个三段式的B波 那这一段也是B之西 也是B之西 你这地方已经也连很久了 我看它跌不下去 这四九六一的天狱 类似一种布局式的一个操作 布局式的一个操作 好 那这个全科的话这一组 然后推出去押回来 这个押回来应该 照理是要去找它的买点 照理是要找它的买点 3209的全科 好 那这一档股票当然是 这个比较特殊 这比较特殊 可是我们判断是这个的话 你拉回应该还是要占买方 占买方 因为它这个前面 它大概这会是同一组 所以前面我就没印了 同一组大概是12 然后这个3应该有机会正在走 正在走 那正在走3它里面 它有可能是3至123 那拉回来这个地方就不会重叠 那或是说这个整理是不规则 这个3没关系 拉回来4这个点就不会破 这两个点其实差不了多少 其实差不了多少 也就是说大概有设定有个点 那个点应该不容易来 不容易来 那当然你越拉回来当然是越好 对不对 越贴近 你那买点的话 你那个听说你就更短了 就更短 这个股票 好 那其他的像 第一份族群的话 我就不太赘述了 因为讲了很久 那其实他相对你说他表现好 因为之前我们从外面观察的话 确实大模小模是都在买的 尤其是旺盒乃亚科 那这个结构 那旺盒乃亚科还有华邦店 这种威钢 群联 金豪科 那金豪科昨天 金豪科这件的表现比较强一点 来 2408 我们看乃亚科 特别乃亚科的结构 我们组装这一段它是一个出生段 这个出生段 那它这是也类似一个下降旗型 然后它有推出去 这一段也走完了 小小一段 走完以后它这边做一个整理 然后应该是整理 因为这这么大型 3091的股本 整理它没有那么快说我用喷的 可是这个整理完之后 它的方向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方向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2337的旺宏也是 你看它这一段出去以后 它也是黏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也是算相对高档震荡 这算相对高档震荡 那这个结构呢 因为我说那这样的表现 真的是也是怎么样 可圈可点 可圈可点 好 这个部分 那个整个第二任的族群 好 那我们再看看创围的部分 创围10月份 那时候从112 在我们一路做 做了好多次 157然后又到204 这一段要做这一段 然后这边又做一段222 然后222就是这样 这边结束它整理 整理完它还是要往上走 最高走到273 然后拉回以后 它又往上扩原了 最高到300 6104 我说这个地方的架构 你注意那个点位一定要选好 你不要过度去追高 你昨天追到300块 今天又下来剩下280 279 所以一来回都差很多 近期那个切入的点位呢 特别特别的重要 你要回去找它的买卖点 要回去找它的买卖点 这是创围的部分 当然这VCCPOS如果一开始启动 我们当然会挑更多的股票来 更多的股票来 好 这个技术报道站法 这有搭配6片的教学DVD 如果你有兴趣的 也欢迎你来电洽询 来电洽询 把它拿回家先研读清楚 那如果有兴趣的 这个年度的技术报道 想要学更深入一点的 也欢迎来预约 那预约要快 这每次都 学技术报道都很多 都爆满 做的许席 我们先休息一下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甚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股市的起跑点 资讯专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卖于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好看 弄在这啦 即日起升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介入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雾等击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回到节目现场 特别今天这个结构了 特别我们是主张这个地方 是很有机会出现一个 比较中线的 中线的一个关键转折 认同理念的 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今晚播放站把这个 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也欢迎来电洽询 想要再学更深入一点 也欢迎来预约这个年度的技术班 这个东西把它学到精通 把它学到精通 祝大家周末愉快 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创造迹象 超值2.0 买鱼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指数02-2781-0909 2781-0909 请继续 请继续 趕上去走 是我們還要怎麼走 方越深入做魔探戈是嗎 魔探戈,騙不退 前後退 你說魔探戈,小心…